快速受伤的话 机械是前期 其实还是没那么厉害了 而且红富人就更不用说 红富人是肯定可以打的 手术修徒 这个手术嘛 这手祭司都没有点 红富人跟那个破龙都能打 他不点祭司是因为祭司面对红富人和破龙都没有那么大的收益 对 就抢鸡子嘛 是的 所以就看 还是要赚 还是那个放机械球能 是不是给到后续的队伍 他们就不敢这么去拿了 给压力了 对 脸上就是 选择马是谁 黎明 我的天 他机械师 直接抓到机械 最近的人是机械师 金的 所以就选择上木马 左刺人 直接变身了 那变身了 他就下来 直接先拿一刀 而且儿子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去打的 看艾莉怎么选择 还是选择继续追 他怕黎明控嘛 怕黎明控一下 控一下娃娃他也 打儿子再追本体可能收益最大 但是也这样也行 是的 现在来到一条短窗 这个地方根本牵制不了 让滚两圈基本上就要倒了 走位很细节 但是 先来一下 那就要你夹子给你夹住了 哎 一个加速 是的 弹窗 直接走走 能进一个板 但是这个位置要倒了 因为那个地方过不去 再逼一个夹子 哎 但是卡了一下模型 感觉还能 哎呦 怎么又卡了一下 这个走位有点失误了 能再进一块板 感觉就散了 接着两个儿子在外面 先封一下 那这位置 想要翻窗 太慢了 那现在娃娃在外面啊 密码机也已经有三个半台的 对于他这个窗戏来说 说实话 这个击倒速度有点慢了 那是黎明他的第一次上木马比较关键吧 把人给逼成了一个人形态 主要是他儿子还在外面 这样的话密码机掉的会稍微快的很多 也不是快的一点 是的 直接来压迫自闭 先扎一下 那再回头 因为守木人那边贴回去了 对 那守木人没有出土 他就先回去了 他可以选择无伤救啊 怎么选 他选择卡吗 想不打出来 还要等吗 再打一刀 哦 出来的一瞬间打 这个密码机是掉的真的很快 没怎么牵制 但是 还是将近四台了 闪现一刀 哎呦 自己闪现空了 而且能进版 这边有能博弈的空间 哇 闪现空了 怎么会呢 对 那这样的话能再多说你起码十秒钟啊 是的 现在还没滚上去 失误了 这个阵容的话时间太关键了 我的天 这里的话有点失误的有点大了 再变身没有任何收益的一波滚 一个夹子还没有夹到 在原地前置起来什么鬼 还能再进版吗 感觉能一翻啊 这个距离 这里能翻过去 还要有加速的 我的天 怎么会被机械126起来 这波是秀起来了 实物太多了 这一波 艾莉 对 而且黎明是走位很细节 那这位置还能再牵制一波 哎呦 再变身 我们可以看到佣兵 久梦图那边已经开始运道具了 对 炸不倒他 这一局的话等一下还想换道具打配合 对 他们甚至想要去研究室出了 我的天 这个位置还能再给上一个 哇 还在修 还在修 天呐 这波26感觉比16还要9 不是 还有什么多 他一挂的时候是三个快修完的半台 对 他二挂倒地的时候 已经三灯亮了两个半台 什么概念 就比一挂还要9 就修了得有个三台半 这个26 是 现在久梦图过来救人 而且 应该是把护腕给留到了一个地方 等着黎明下去的时候去拿 先扎一下 再滚一下 这边应该是 呃 要爆了 但是这个人不好就摸 香水 香水回刺 回了一层 最多只能双倒 这波很细节 不然就不了了 是的 摸了这个香水也是非常的关键 但是 赶紧打一刀 逼求生者开机 黎明有没有去捡护腕的 捡到了 那现在等佣兵做慢再开 这波是在卡视野的情况下捡护腕的 艾力并不知道 对 现在继续找机械师 还是回到了这个舞台 她的小村四跑 这局真的有机会啊 先扎一下 扎一下 这边怎么说 直接骑艾力再一个爆 把自己消掉 那直接被爆倒了 两个护手 这边距离还是很远 看一下低脚的位置 低脚在哪里 这里是没有的 先抬一个 低脚就在脸上 那现在点门的话 要看佣兵 什么时候能到门口 两个门都一半了 手上有一个护腕 先扎一下 是的 这边要爆 但是还得有第二层啊 再爆的时候就可以弹了 哎呦 那选择在哪里 哎呦 他是预判了 没有解开 低脚蓝 先扎一下 不要低脚了 对 牵制狗其实还可以 对 牵制狗的 牵制狗的一个狗 所以你要想赢 但是双方其实都有那种 图球秘箭 哎呦 这个点位稍微有点难受啊 嗯 要往张棚看看吗 右手是斯巴西先知 这个人是很难追的 哎 张棚是狮子的囚徒 如果说 在这里追的话还行啊 这边是可以压 但是他一个翻满板弹 冲出去 哎 但是原生落过来了 距离他手上有个垫的 往里面兵有点危险 要突先追个鸟 回到板区 二打一 前面是没有完这个板 直接往窗户靠 对 他有一个垫可以拉距离 那就等这个鸟 只要这个鸟好 这局 哎呦 怎么会翻过来垫了 这一波是一个大 15打囚徒 不能这么贴近的 太近了 这一波 他稍微拉远一点距离 这个就是囚徒 改版之后厉害的地方 对 出生就带一个垫 而且他鸟要回来了 这会儿他可以要鸟送寄生 现在他就遛寄生就好了呀 还是给 太赚了 这一波 这个被求人者心里拿捏了 是的 这个被打捏的太厉害了 这波感觉取悦 还可以再骗一下 他现在已经崩盘了 为什么 本体狗 哪怕开一刀 外面密码机三台了 然后我再吃你一个双包夹 打不了 没错 现在狮子最舒服的点是什么 他甚至可以把三战那台给通过电 对摸一下 反正我现在被狗咬了 我肯定吃一刀 我连个电 对吧 是的 这刀 无所谓 那我们密码机走 前面三百还可以再玩一会 就你耗了一个寄生 两条狗去开第一刀 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密码机已经是 四台 对四台 然后你还要再去补寄生 再把他带走 只要他再送一个寄生 这个局孟之女巫 直接崩了 他就不是孟之女巫了 他这把完成了一个捷克 孟之妹妹 孟之妹妹有什么鬼 这波你可能还要 可能还要再送你的寄生 不是他现在 不是送寄生的问题 是我要去起点坐车了 你拿我怎么样 确实 是吧 我现在要去起点坐车了 我告诉你 你两个东西过来 那我就再再送机车 我感觉可能还要逼个 三百博弈很秀 可能还要逼个底牌 可能还要逼个底牌 这个两个信徒包夹都很难追 博弈很秀 可能还要逼个底牌 这个两个信徒包夹都很难追 原生有刀了 没有抽到 那就应送寄生 对我就送你寄生 第五台技能来修了 对 而且他已经转到了 没有密码机的地方了 只要鬼屋一开 用命来压着 你怎么去管 哪怕我现在我开心 我再多修一台 你怎么办 是吧 你连二机都没有 这个局你的技能也全都交过了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多修一台 因为这把是没有前锋的 没有前锋的话寄生单挂 如果原生硬压你遗产的话 他冲不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台遗产机 离得太远了 在在帐篷 对帐篷 那现在准备让机械师过来先救一波 这样我感觉就一波 密码机其实都差不多了 对他现在完全没有心思去管 管到帐篷了 我觉得也不够 我觉得现在狼队明天什么 就是我牵制很久 准备四跑 对 那对于球来说 要想保平 要怎么打 得在密码机压好之前打一 哎呦 打到了极限 怎么说 牵制到压好 现在百分之十几的密码机 开门战先放过秒一个 然后看能不能七个传送 手下门 现在补一波机械的技术 对 因为现在求人者优势太大了 监管者这边 想挂技生 这波挂技生的话可以 废掉傭兵的一个拨命 守不住了 想要挂帐篷 对 废一个圈 但是他手是真的守不住 是的 密码机已经压好了 而且游民直接秒救嘛 直接过来了 这个局 机械师那边儿子不会要贴门吧 游民不救吗 哦 是想让先知救 他们这一波圈都要守 好准 好稀啊 这样的话 游民开门战 我可以为所欲为救一波人 对 这个系统要打 一刀 直接亮 那看一下起点 应该是我啊 先点一下门 我都已经空了 四个求生者 怎么处理呢 囚徒那边也减圈了 他们这一波调整 是让囚徒再减个圈自趋 对 先拉一下超距 然后过来放狗 带走487吧 你放狗吗 那487不好抓呀 还得放 放的话 这边还要博弈一个板 哇 不回事 原地溜 不回事 原地溜 但是溜到自己寄生点上 对 不舍得用寄生弹啊 但是他没空原生啊 但是那边门已经开了 再换传送来不及吧 直接传 但是我们已经出了两个傭兵 是买状态 怎么留 是的 天呐 他必须得速抓 然后传送 然后再用他这个本体贴过去 把那个门压住才能翻盘呀 没错 他传的原生过去以后 再把本体拉到桥上 那个附近 坏木马的附近 才能管住那个门